來這邊來分享 過去兩三年前 自己他都是非常難 自己他一直都在 自民堂長老會那邊有一系列的教導 然後這一次是先為傳道出面 所以他大意 好 我們一起做一個禱告 然後我們去把事情做 愛我們的天父 我們謝謝你再次讓我們 約回到你的家裡面來學習 我們也感謝你 正經那你的夫人 你將牧師向你當中來送 來教導我們 來幫助我們 讓我們的所徒生命如所通過 主在這一季的課程裡面 主請你透過它 來把你的信息帶給我們 讓我們知道我們 我們基督徒有一個價值觀 是怎樣來詭秘我們這個社會 主 我們不是要排斥這個社會 可是我們知道我們是活在這個社會裡面 主主幫助我們 讓我們也敏感於我們現有的 這個時代裡面 怎麼樣跟時代有所對話 好讓我們能在當中為主做光 主主把你這一段的時間 完全的放在我們心裡邊 讓我們聽到一塊 我們把這一些交錯 祷告 祖父教會 阿民 好,瑜伽教牧師也是我們長老大會的牧師 大會的牧師 所以 我想我不要介紹他太多 讓他在這八次裡面 跟大家一起的分享裡面 你們慢慢去認識 他是一個怎麼樣的一個牧師 我把时间交给 这个已经开了 我想在座的每一个 组内弟兄姐妹 晚上好 我想我 这个在 其实是我第一次来这里 跟大家这样比较 自由的比较 宽松的一个形式来分享 那我希望呢 这里 来临的差不多七八个星期里面 我可以按我自己 对于一些信徒的信仰 他所存在的价值信念 跟我自己在神学院里面 所教的一些课程 特别尤其是 牵涉到当代的社会 那么他面对的一些 价值系统的改变 做一点点的思考跟分享 所以我给大家 就是定了这个题目 原本呢 这个整个课程里面 是希望谈到基督徒价值观 但是呢 我稍微把它 这个做了比较动态的解释 为什么呢 因为我说是当代 基督徒价值观的 冲击跟这个挑战 为什么是冲击跟挑战 因为我觉得你 当你谈到价值观的时候 你不可能不处理世界 你不可能不面对当今的一些社会的变迁 所以有时候社会变迁它会引起了人呢 这个有不同的这个体会跟反应 同时呢 因为人的价值观改变了 它也会启动了这个社会的变迁呢 形成了不同的形式 我本身是在这个电视机旁长大的 但是我们的孩子是在电脑旁长大的 而我们以后的孙应该出事的时候 可能就是由iPad来照顾的 所以呢 它有不同的形式 但是它会带给我们呢 不同的理解 今天的人上巴士不是打瞌睡 就是对着手机呢 来看 以前的手机叫做手提 叫电话 电话是拿来听的 今天的电话不拿来听 拿来看的 你知道吗 对不对 因为今天看电话比听电话来得多 因为电话可能你就插了一条耳机 一个那个 earphone 但是你是看手机 手机的功能价值 已经影响了我们上巴士车的常态 对不对 因为它跟我们打交道人际关系 是会有改变的 人与人之间越来越少沟通 为什么 因为你跟手机沟通多过 你跟周遭的人点头打招呼 所以有很多东西是 你现代社会的改变 会影响的生活方式 也刺激了我们对于 我们人与人之间的 价值信念的取舍 同时你的价值信念取舍有不同 也会塑造这个社会 所以我觉得当代社会的情况 也要我们做一些的思考跟解读 所以我希望一方面 我们基督徒能够处理我们的价值观 那另外一方面 我也希望说 我们处理我们的价值观 是因为我们活在当代 那么这一个呢 是我们双向的考虑 也是我们这个课程里面 我希望这样来思考的 那么当我们说 这个社会在变的时候 它才会造成价值观 需要去调整 回应 或者是应对它 价值观 面对冲击跟挑战 其实它有一个假设 有一个前提就是 这个世界的改变 不必你批准的 你知道吗 基督徒你喜欢也好 你不喜欢也好 它不一定它的改变 当群众一起的拥戴 跟认可的时候 它不一定会由你批准的 对不对 因为赌场建在你们附近 它不一定是由信徒群体 做考量的 当然我们有我们不走进去的理由 我们也有我们不参与 跟不认同的立场 对吧 但是我们要面对的是 教会是活在社会里面 怎么样做中流砥柱也好 怎么样做光和炎也罢 我们需要有这双向的考虑 但是当我们说 它是一个挑战 跟冲击的时候 意味着它并不是 就是眼在深山 它是近在眼前的一个情况 因为很多东西 其实不知不觉在冲击我们 在挑战着我们 为什么呢 因为当社会变了之后 有时候变的跟你不一样 有时候变的呢 可能超过你所想象的呢 它就会再带来变迁以后呢 即变之后 给我们的冲击 跟给我们的挑战 那当社会的变迁 如果不由我们考虑 它变的时候 它怎么的成为我们的冲击 有时候社会的变迁是 我们价值信仰上有背道而逝的 赌场今天是合法的 没有一个人认为看赌博 是这么严重的事情啊 所以他不觉得赌博是罪 所以他可能觉得只是习惯好跟坏 小赌移情 大赌就不移了 不过有时候我告诉你 任何输大钱的人都是从赢小钱开始的 对不对 没有赢过小钱你怎么敢赌大 这是永远是一个赌场的逻辑跟规律 为什么呢 因为赌场里面赢你进赢了小钱 财感放大的时候呢 其实是贪婪的本质来的 这个你不可以说跟基督徒信仰没有关了 实界里面没有讲你不可以赌 他只是告诉你你不可以贪 别人的财物不可以贪 非分之想你更加不能够贪 不可偷不可盗也不可贪 其实这个是基督教的神学跟哲学里面 需要对赌场有我们的立场说 不是那个赌具的问题 凡事都可以赌 但是赌的本质是对身心不利的 不可以说小赌就移情 对不对 因为我们也有某一些的考虑 所以有很多东西会造成我们基督徒的冲击 那你做生意的 如果你老板说你带顾客去 今晚他想上去 你走不进去吗 我们就会有价值观的冲突 你不可以说顾客我带你进去 不过我到楼下你自己上 我在下面吃让豆腐 你赌完了才来找我 我再来你等 你跟着上吗 你的生意的抉择 你的思考定夺 有时候都有很多是一切的冲击 因为他跟你背道而视 他成为你的冲击 377A这几天 很多人开始在讨论 对不对 我的感觉是不太容易通过的 这边说这边算啊 好不好 理由是因为我觉得你一定要考虑 新加坡政府一定会考虑马来西亚跟印尼的感受 在回教国家里面 同信念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对吧 所以当他 如果你新加坡改真正的立法 你真的要千想万想才敢定那个法 没有改那个法 本来就没事了 你改了那个法后 你两个国家 第一常常讲你是小以示列 第二就讲说你就是完全像西方 西方人同信念是西方社会的滑坡 它的堕落 它的那个情况 东方社会更回教社会不太可能 政治的考量我认为不可能 但是有时候我们整天去写很多兴趣 你很容易造成那些同信念说 其实反同信念就剩下基督徒 明白意思吗 其实政府也问说 我要知道基督徒以外 有没有很多人不是基督徒 他也反的 有的 我倒觉得我们基督徒要用什么呢 要用我们在民主国家 我们基督徒只有20% 我们是弱势不是强势 同信念是 他们说他们弱势被欺负 他们要合法化 我们20%也是弱势 你要保护我们不喜欢同信念的 弱势的保全力 因为我们20%是怕的 那么怎么办呢 那么把我们的弱势申请上去 不是强势的 施压 弱势申请说 可以不可以把弱势变成我们的优势 我觉得这个态度反而是 不会造成族群的决裂 反而可以更加说 任何弱势你都要尊重 我们也可以 对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里面 当然很多人说 基督徒也赞成同信念 我这个人是比较 比较保守一点 因为我没有什么答案跟理由 不过我有时候看了那个《非诚勿扰》 葛优讲他第一个交女朋友 那个女朋友来自他的老同学是男的 他说我是要找对象 他说是啊 我就是 他说我不是找男的 他说你有种族 你有性别歧视 他说没有没有没有 他说我就是没有这样的兴趣 他说你没有试过 你怎么知道 在那个又讲一句话说 我这个人不好 我是比较软弱 我这个人是心蛮好的 不能软弱 就是我整个心胸这样大 就是装不下一个男人 他不是你的问题 是我的问题 我就是装不下一个男 所以有时候人家问我 你是同性对不对 圣经有一些的立场 有一些的决定 上帝的形象里面 是男女有别的性别的问题 同性恋可能有同性恋里面的 并他的那个 那个成长的空间里面 有很多的旗行 或者是跟一般人不一样 但是如果你问我 我可能是说 师老你说我不赞成 我要找十个八个理由给你 才这样吗 有时候我们的感受就是 就是里面装不下一个男人 你知道吗 或者有的人家都不赞成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 有些时候 基督徒的价值观判断 跟你实践的时候 在多元社会要有取舍 社会是造成我们冲击 因为他有时候是被盗而死的 安乐死可以吗 我们说安乐死 人都会一死 死让他死得好死 好忠命 那个英文叫mercy killing 他不是killing 他是mercy的 merciful killing 本身呢 是安乐死里面 有一天他考虑合法化跟器官移植可以 安乐死可以的时候 他也造成我们对死亡的理解 跟死亡的善终本身呢 是有很多的我们要考虑取舍 这是价值观的问题 因为他冲击我们的 今天的广告里面 他有很多东西跟我们想 广告是注销的 但是有一些东西 我到现在为止 我不喜欢一个广告 我希望那些人不要来找我 就是我每次看到那些当店 有明星打广告 我很不舒服 当铺 当铺有明星打广告 你知道吗 当铺是我小时候 我们是穷 我们小时候很穷 当店是狡击人 福建话讲 穷苦人 他们没有钱 银行借不到 周遭借不到后 他拿自己的那些重要的财物 去点档 希望有朝一日可以赎回来 档铺其实说你是帮助人 其实是很多是无奈的人进档铺 但是当你变成是打广告 说进档铺不是那么一回事 是OK的 那个在广告宣传的价值观上 是有某一些问题的 因为你等于纵容跟猝死人的时候 那些银行不借你 你不够资格 这边借得到 对不对 他会造成很多的 这种广告本身 比如死人的广告是不可以常常打的 所以很多的兵仪馆 他不会随随便便到处打广告 你们有没有人要死的 会不会快点死 不可以这样的 因为生老病死里面 有一些是价值观上 是华人文化的壁迹 对不对 那么我觉得 这个世界变了 档好像是OK的 那么赌的人多 进档铺的也多 你知道吗 这些都有连锁关系 我们有一堂 谈到消费社会 我可能会跟大家稍微思考一下消费社会的逻辑 但是这就是说社会里面有很多东西 他把广告这一种的行销 合理性的来注销的时候 我们就都要想 对不对 广告的实移性跟它的价值意义是在哪里 有一些东西是不可以打广告的 对吧 有一些东西呢 它广告也要有它的权益 也有它的道德价值的考虑 就是社会有受冲击我们 它跟我们有背道而视 它造成了我们的冲击 社会也有时候的变化 造成我们价值算上什么呢 它成为我们的一种挑战挑战 为什么挑战呢 因为有时候社会它做得比你好 做得比你好 我们说阿们的时候 会不会基督教跟别人做得一样 还不比别人好的时候 你也被牵引着走 被带着走 你社会跟着走的东西 如果是没错的 它做得比你好 基督教就没有特色了 你明白吗 因为你做的我也有 而我做的还比你好的话 那么你基督徒 在光跟炎上呢 你可能就不一定有说服力 所以社会有时候会成为你的挑战 为什么 因为它不一定做坏 它可能做得比你强 它的引道的方式 如果是比你更有效呢 你可能变成是世俗化 跟着它走 它不一定是跟你背道而斥 它可以把你转成什么呢 它带动你呢 有时候你会不知不觉 却熟化掉了 今天很多的人 当他们要宣导教育的时候 一定要找有头有脸的是什么 明星 因为有号召力 找一些比较有知名度的人 成为什么呢 成为宣导的号召力 广告行销之外 宣导有时候也找名人比较容易 你基督教难道不是因为有很多明星信主 他来做见证比较多人来参加吗 对不对 那么你说为什么 因为他在世上跑得比我们快 收的人比我们多 感谢主有一两个基督徒明星 基督徒歌星 他来布道会也比较多人来 那你连牧师的照片 这样可能就没有几个人来 对不对 你说那个商人基督徒来 没有 如果你是什么巴菲 如果你是那个 这个 信主的 一定很多人来听 对不对 因为他们可能讲到听完了 可能还有一个免费的 软件可以拿回去 也不一定 那你基督徒就牧师讲完了 最多送你一本圣经 因为信主而已 但你久了 你说我们不要放弃 我们的信仰的立场 不过要放一两个在前面的 最糟是你每次放一两个在前面的 听完了 剩下的他就不听 对吗 但是你问有什么 因为有一些东西社会走在前头 它变成你的挑战 它做得好也不一定是你的好事 然后社会有很多东西 它的挑战也会刺激你 发觉到价值观其实是不知不觉当中在变迁里面 你也慢慢的要有时候要去救 有时候要迁就 有时候要调整 调整不一定完全错 是你要知道社会变的时候 它不由你批准 但是有时候你只好在适应过程当中 你要有很多取舍考虑 你不一定是错了 不过你发觉有时候有些东西是变 那它变的如果是冲击你 成为你的挑战 你还要衡量说该不该跟的问题 是不是 这个就是基督徒为什么我们要思考价值观 你知道吗 我有一天不小心看到我的女儿 我就问她 她已经21岁读大学 她的衣服就有一点点透明了 这样她穿白色 但是有一点透明 就感觉到白里面又有一点蓝蓝这样 因为她的攻击是蓝的 这样我就跟她老妈讲 为什么她几时买那些 她妈说你常常辞回吗 你就是看你的阳 忘记看你的女儿 她买很久了 我说是这样吗 我在广南大悟 那我就开始去研究说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大家都接受的 我就问了为什么会 其实在现代很多年轻人 他没有 我稍微比较RA一点讲 现在的年轻人 他没有内衣内裤的这样的观念 他只有穿两件衣两件裤的感觉 明白我意思吗 我只是穿里面那一件跟外面这件是两件衣 因为可以配的你知道吗 我们以前有一些时候太太 这个掉出来一点点就 现在不是这样的 现在的是说 它黑的 这个拉出来因为是红的 远看就美了你知道吗 但我们就是说 我是电视机房长 大家就怪怪的感觉了 对不对 那么你的裤这样低啊 低不是低腰 低骨呢 那你的两件他OK吗 明白吗 我觉得会不会他们没有 他没有内衣外衣 内衣是不好意思自己 是取卵是卫生的 他是说我是穿两件衣 两件一起穿两件都有不同的配搭 那你可以接受吗 你明白我意思吗 你接受也好不接受也好 你满街都是耶 那么你说因为他们只穿两件衣 以前我去百货公司 我不能够接受说 为什么百货公司 会整间店卖拖鞋的 你没有听过 拖鞋只可以在招货店卖嘛 现在百货公司可以卖拖鞋的 而且每一双三四十块的 是名牌的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名牌的拖鞋 你看 我们也活在社会当中对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价值观上 现代人有不同的理解 现在是T恤文化的对不对 那我没有说他不对 他也没有做坏事啊 对不对 他卖拖鞋也不 但是你又问 的确确社会改了 你知道吗 所以有很多东西啊 他也冲击你的思考 你的思维 那么如果来到一些很极端的东西 不一定你基督徒 有一些价值观是可以放的 对不对 你不能够接受同性恋是合法 你不一定能够觉得赌是对的 可以 你不一定觉得 有很多东西是可以 你这边不能够死去外国去安乐死的 对不对 有很多东西 我们还要经过很多的价值观的审核判断才决定 所以呢 社会可以给我们挑战 可以给我们冲击 有时候被盗而失 我们要回应 有时候呢 他成为我们带着潮流走的时候 你又要懂得有分辨 你不一定跟得上他 你因为没有说服力 因此没有说服力 你跟得上他会不会你被同化世俗化 那么到底我们的思想价值观怎么去拿捏 对不对 有很多东西是非常相对的 他不一定是牵涉到很绝对的罪的问题 但是他的的确是在改 他改他会造成教会整体来讲呢 会有很多的 然后价值观多元后造成人与人之间思想观念之变就会有隔阂 对不对 看电视机的人跟看电脑的人是不同的 是不是 那么看电影的 到今天看DVD VCD 他的生活方式也不同了 所以我们需要学会 怎么样的来看待我们的价值观 这是我在这一个课堂里面呢 希望跟大家能够一起来思想学习 所以我的学习里面 每一堂我希望 当然我们等一下有休息时间 我知道说我们一半有休息时间 我们的每一堂里面 无论是休息前休息后 我希望我都能够涉猎到说 基督徒怎么样建立他的价值观 对不对 第二方面是 基督徒要怎么样解读这个社会 有一些变迁价值里面 他带来给我们的冲击 对不对 有一些东西你跟他讲阿们是可以的 有一些东西你可能是说 他跟我不一样 他也不一定是我的敌人 他可能是我的灵色 对不对 我们可以有价值观的对话 有一些东西你是说 你可以有你的决定 我可以有我的见证 那么我们就变成什么 我们要有某一种分别为圣 跟光跟炎的角色 对不对 不纵使你在黑暗 光还是要照 纵使你的生活品味 你的价值信念不对 我的炎还是希望能够 可以转化你的饮食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态度 所以我希望在这里 这一个八个星期里面 我们可以做一点点的思考 任何议题都可以是价值观的思考 好不好 那今天可能我会先稍微跟大家 比较在理论上说 我们怎么样看待价值观 然后我们怎么样看待基督徒的价值观 没有做基督徒也有价值观的 对吗 怎么样看待价值观是一个 普世的放诸四海 都可以有的这个大家的共识 然后呢 价值观会有不同 因为它有很多的取舍 很多的不同 那基督徒价值观 可以是某一种价值观呢 但是它有它的独特性 因为它可能有真理的层面 它可能有上帝那个爱的那个层面 它有教会的信条 教义上的一些宣导 对吧 所以这些东西我们都要考虑 所以我希望呢 今天我们从比较 可能有一点理论性好不好 从基督 从价值观的看法 然后来到呢 基督徒的价值观 然后我们说 为什么一种米养白种人 一本圣经产生出来 每一个信徒的理解都不一样 那么那个呢 就是说 当我们在牧养弟兄姐妹 我们在弟兄姐妹的人际关系上呢 我们要知道 其实大家的价值观 都有同样的一信一喜一主 不过我们有时候 在思想东西的时候 会是不同 那么因为彼此多一点的了解 我们多一点的同情共感 我们就在沟通上呢 会比较能够怎么样呢 有互通的了解呢 我们的分析批判呢 就会比较的合情合理 折中一点 好不好 我想大概这个是我希望 我能够每一个星期四来这里的时候呢 跟大家做一点这样的分享 我讲到这里 有没有问题 我的速度可以 对吗 可以 多多清楚的 所以我想我们就这样的来思考一下 那还没有跟大家谈这个观念上的时候 我这里呢 有列下来 在你们第二面的后面 我有写这个恩哲堂里面 今天我们可能谈价值观 在理论上方法跟意义 跟它的功能 跟它的应酌 好不好 它的养成 那么再下来呢 我给大家列了一些 那这些并不一定是 你们 就就就说 这些都都都 就就只可以指如此 如果你们觉得 有一些课题 你们希望提的 好吧 我们也可以做一些 你说哎呀 这个三个礼拜啊 那个前个礼拜啊 已经有老师讲过了 那不要 我们也可以做调整 好不好 但是呢 按我个人来讲 除了今天我们从这个方法 跟价值观的那个整理之外呢 我希望在下来的时间里面 我们可以从这个 娱乐跟休闲的社会 来思考一下 现当代的社会里面 它所引起的哪一些东西变迁 我们基督徒怎么样看盖 休闲娱乐的时候呢 也认识解读我们的社会 同时认识我们基督徒 在吃喝玩乐里面呢 我们怎么样的 有比较合乎中道的地方 圣经里面 有没有给我们某一些的 那个指导性的提示跟指标 好 那么我们也可能会 在第三个礼拜谈到就是 关于消费社会 好不好 今天没有消费 好像是欠了人的感觉 你礼拜天出门回家 没有买东西回来 好像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有的人出门一定要买回东西回来了 因为一定要血拼一下 没有买好像对不起自己的 那这个可能是消费社会的模式 政府也没有反对啊 每一年六月到八月都是 Great Singapore sales 然后我们要怎么样看这种社会 是不是你的孩子 i-p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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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呢 那么一直下去的话 社会是不是有一些东西 我们要注意 那工作跟侍奉跟安息的问题 这个也是重要的 一个贺题 就是说 今天的人有时候做 做到很迟啊 很迟才来 我不是讲你 我说做到很 刚好碰碰巧 希望不要有点误会 我是突然看到说 当然可能他不是工作啦 他可能不是工作 就是说 有时候我们今天的人 没有九点到五点的 对不对 九点到九点 九点到八点 因为你太早回去 大概是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工作做 你有料的人都做得很迟的 也说做得最迟就是老板 对不对 因为每个人走完了 老板还在 只等到十一点多了 他跟那个 那个security讲说 他回有没有 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 做老板做到很有才干 变成大厦的管理员 他早上最早来 晚上最迟回 跟那个 跟那个 Jaga一起有没有 那你今天的工作 有做过头也不对 侍奉 有时候又跟工作有挣扎 对不对 侍奉工作有挣扎 侍奉工作 跟你的安息 我要强调一点 这个是有神学根据的 做过头的侍奉也是犯罪 这个生命记有题了 你不可以成为工作狂 侍奉狂也不可以 因为上帝的创造持续 安息了不是只是那一天 是整个宇宙生态的持续来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说 这个东西里面 我们怎么样在侍奉工作 在这个上帝的这个设计的那个 持续 时间持续里面 我们学会信仰的价值观 怎么样看 对吧 然后呢 有一堂我可以带大家谈的就是说 我们怎么样看 很多教会 我自己在幕会也有一段日子 人每次到了一个年纪 到了一个时段 到了一个时候 他一定会跟人家讲 我觉得我很累 我觉得我侍奉到很干 有没有 很孤 很 很breakdown 有没有 我很down 很burn 这样 我们会累 我找了很多年 我找出答案来 所以如果你们要听那堂不要缺席 我明白为什么一个人 他一定会做到一个时间 他会跟你 有一天会跟你讲很累 他为什么信主的时候 这样兴奋 他有一天就跟你讲很累 他又不是坏人 他会来的时候 我一直在想想想想 我就后来我一天在圣道那边 我跟他讲说 我试试看讲那个 后来有一些共鸣 圣道基督教会 我跟他讲 他有共鸣 然后就说 我明白那个人 侍奉的逻辑秩序 对吗 所以每次我知道那些人 他有天他要来讲 我很干很累的时候 我等你来 因为我已经预备好 我等你来 我知道大概是怎么样 我不一定说我有答案 不过我们认识我们自己之后 我们就懂得我们侍奉的周期 跟我们知道有时候波浪是低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淫浪 我们趁风波浪的时候 我们不要冲昏头脑 那么侍奉里面会有起落 那么我今天到现在也只侍奉了二十多年 二三十年 不到三十吧 但是呢 如果你问我 假设 人生如果有下半辈子 是重新被呼召 你知道吗 I don't mind to be a pastor 你看 我不介意 我甚至今天我跟你讲 如果我的儿子有一天说 他有一个感动 他要全世界 你 你全世界 我已经全世界了 有很多人他很不希望他的孩子见世间的 因为我已经够惨了 你还要跟我一样 对吗 因为你侍奉会有起落 但是我觉得OK的 我不敢讲很好 不要讲它太大声 我觉得OK的 侍奉是一种的招命 侍奉有时候会有低潮 我也有低过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低的时候叫老婆说 你做枕头给我靠也可以 女孩子靠男的 男的以后也要需要师母 你给我靠一下 但是靠完了请来还要走 所以侍奉有时候会有一些平静的 甚至我要告诉你一个 圣经里面 耶稣有灵性低潮 你听过吗 下次你听就知道 但是耶稣可以刚强壮胆 这个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样式里面 再下来我们要谈 有时候侍奉工作社会 不是社会的错 不是工作侍奉工作 是什么 是你的问题 大家都没有讲你不好 你听两句你就受伤害这样 你讲两句你又这样 可能不一定这样严重 不过我们自我形象 上帝是希望你有好的形象 上帝希望你就是在苦海可以有开心 有时候价值观也会因为你的生命的形象 你对于那些东西没有认定 没有认同 产生的偏差 对吧 所以呢 我们也会有一堂里面说 属灵自我价值观的建构 怎么样跟神 跟人 跟我们自己呢 能够建议 然后第七个是我自己 坦白说我一直在学神学院教我 都要自己upgrade自己 我最近在研究一个成瘾的问题 对吧 就是我发觉不是毒才会有毒瘾 烟也可以有烟瘾 喝酒也可以有酒瘾 对不对 网络中国最大的瘾是网络的瘾 网络可以有网络的 游戏的瘾也可以有情色的瘾 你知道吗 任何东西都可以成瘾 所以有一天我有点害怕 因为我买很多书看 我突然跟老婆讲 我会不会有书瘾 会不会读鼠林书读多也变成书瘾 后来我问你 瘾是不好的 瘾是会吸引你的 但是我们怎么样看人会成瘾 赌博变成独瘾 倾家荡产的 控制不了的 你知道吗 就是放了告示 你就一定要想办法进去 那个身不由己的 毒是因为它侵占肉体 但是人有很多都可以成瘾的 是吧 shopping也可以学拼到 没有走出去 他觉得好像生病的感觉 他一定要出去 买的东西才会呼吸到新鲜空气 那会不会人也有成瘾的东西 是我们要需要考 我就一贯的来看是说 在人的罪性生命里面 为什么有瘾的问题 好不好 那么这个也是它影响我们 对东西的拿捏 跟你知道哪一些是价值观 以至于你对东西不会成瘾 我觉得 然后最后呢 当然我们要从基督徒 跟你的家庭 跟你自己呢 我们把它通盘的说 基督徒基本的要素是什么 好不好 那个是一个比较总挂的来看 基督徒的价值观 那我希望这个是我跟大家一起在这样思考的东西 好不好 好 我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这是我们要的 那么如果你上休息或者上会 你说 牧师我觉得有一个课题很重要的 那你可以帮我 因为使到我可以有一些东西再去研究 再去思考 对吧 再去再去再去理解它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互相的那个 一个一个主类的一个一笔子的交流 好不好 那如果没有什么问题 可能我们今天就要进入说 比较从方法论跟架构来看 那当你讲架 那个学习的架这个目标 大概就是刚才我 比较叙述的解释的那三点 对吧 好 就是我希望我们对社会环境有理解 有回应 我们对人对事对物有整全的思考 灵命深度 希望我们能够思考多一点 能够有开发 价值观上呢 可以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成熟 灵命可以成长 这个是刚才我们稍微提说 社会环境的那个情况 后我们能够这样的一种 达到学习的目的 那今天呢 我们就可能开始就是说 我们怎么样的来看待价值观 我们怎么样看待价值观 其实是会改变的 对吧 那当我们谈到价值观 很基本的在理论上 我给他设定了这样的一种的界定 一种的 definition 一种的界定 其实价值观是主客 互动 就是主体 客体 主观 客观 互动了后 一种判断的思考 你想过后 不是想知道了就是了 知道后你要判断了 是不是 有时候是价值观是说 因为你判断的时候 你觉得这样做比较对 还是那样做比较对 不是你没有想过 想过后 价值是因为你思考过 恒量过后 你做一种判断 所以价值观其实是一种判断的思想来的 是主客 为什么呢 因为当你讲价 有时候讲这个多少钱 这个价钱是100 你觉得不值 因为你的主观感觉到100不应该买 对不对 这本书100便宜 为什么呢 因为它超过你所物有所值 是你感觉到它很值得 所以价值观有些东西是东西大家公认的一些看法 不过你就有你自己的判断 所以价值观是什么 主客观的判断 所以东西有时候外在有价 但是你个人觉得值不值就是一个判断的过程 对不对 你觉得值你就买 因为你觉得这样过头了你就不买 你觉得太便宜的你就大买特买 对不对 因为你赚到 所以价值观其实是主客的一个判断 那么对于思想精神来讲 人与人之间 最高的三个价值观是什么 真善美 对不对 人生里面人事问题 人跟神的问题也好 人跟人的问题 人作为人活着 它有判断里面 什么东西是人生最高的判断 就是东西是不是真实的 对不对 真善美呢 从思想来讲是最高的一个判决的命题或者是最高的一个价值标准 因为真是什么呢 真的反面是为 对不对 真的就是什么呢 是对的 是真的 错的 就是假的或者是真理的一种思辨 价值观有时候是真理的思辨 价值观也有时候是什么呢 是一种伦理的判断 除了真理的判断 价值观像伦理的判断什么呢 这个东西是好的还是坏的 这个东西这样做是善 这个东西不这样做 这个东西偏行自己的意见做可能是恶的 所以有时候呢 价值观也是什么呢 也是善恶的判断 对错的判断是真的层面 善恶的判断 好坏的判断 也是一种伦理的价值观 真理的价值观有对错是非 伦理的价值观有善恶好坏 价值观有时候也是什么呢 是美与不美 感觉的不同 对不对 价值观获达的人 他看东西里面呢 就看的比较温和 比较贴心 对不对 人如果比较小气巴辣 他看东西就斤斤计较 那么那个人就做人没睡 对吗 这个人不是不好 是做人不漂亮 对吗 为什么呢 有时候是美的层面 对不对 上帝跟我们的灵修 是一个美的层面 你知道 不是灵修多懂很多 是那个感觉跟那个关系 有时候带来属灵的什么呢 属灵的美 所以我曾经讲 有时候讲基督教伦理学 基督教美学就是灵修学 对不对 灵修的生命是跟神的美 跟人之间赦免饶恕和谐的美 是一个美学 为什么 价值观里面也有生命 也需要有美 我们人生都需要有真的一面的判断 有善恶好坏的判断 有完美跟缺陷里面不同的拿捏 所以价值观其实是什么 是一种真善美里面 我们都要用属灵的眼光去判断它 对错是非善恶美丑 对不对 完美或者是欠缺 怎么样做呢 比较合神心意的真善美的判断 我觉得这个是 当我们谈价值观的时候 应该这样看 那基督徒的价值观呢 基督徒的价值观 别人也有 不好意思 这个是他要告诉我 等下要给你们休息了 因为他是我的秘书 这个不是人 他是说九点五十一分了 你要提早一分钟结束的 因为八点五十一了 他有时候提早 因为我常常会讲过头的 这个是我在道德价值观的判断 常常缺失的地方 所以你上我的课有时候要小心 我会讲很长的 因为我很啰嗦 这有职业病 但是呢 我就会现在是比较收敛一点 那我们稍微这样提一下 价值观有时候是判断的 基督徒价值观怎么看呢 简单的说 不用谈长篇大论 基督徒价值观就是说 你对人世间是非善恶 对错美丑的判断呢 是依照你基督徒信仰的思想内容 作为你的指标的 简单说就是 基督徒有价值观 非信徒也有价值观 基督徒看真善美 非信徒看真善美 不过我们一定要站在基督徒信仰 神学也好 使徒信经的教义也好 圣经也好 是站在基督徒的立场 作为我们的指标来判断 判断不一定是说我们判断别人不赞同就是错了 是我可以有我的判断的 因为我们是用圣经的角度来判断 是非善恶对错 这个判断可能跟神的判断有关 因为我们觉得神会这样看 我们这样判断 因为我们觉得教会弟兄姐妹这样做 我们这样活 所以我们的判断就是什么呢 是按基督徒的信仰作为立场 才会叫做基督徒的价值观 对吧 所以基督徒价值观不是一种的东西 它是一个特殊的价值观 佛教的价值观就是以佛教的信仰作为判断的标准 对不对 他有回教的价值观判断 基督教当然就要按基督徒的信仰为依规 而一般的价值在社会中转变 基督徒的价值观有时候是什么呢 是属上帝的昨日今日到永远 都要不断的能够有适应社会 跟带动社会改变社会里面 常常要跟变迁的社会有对话 这个是我们谈基督徒价值观的时候 无论我们了解今天社会怎么样 我们还是要按基督徒价值观说 怎么样的面对当代的社会 那么为什么我们的是特别呢 因为我们就是简单的说 我们叫基督徒价值观是站在信仰的立场 那你说基督徒信仰可以这样吗 真的可以放诸四海皆准 可以昨日今日到永远是一样吗 后现代每次都很难想有永远的东西 曾经拥有的很多 天长地久的 只有你们讲耶稣昨日今日到永远一样 是什么东西来的 对不对 那么基督徒有没有信仰可以有 面对时代不同 还是可以坚持我们基督徒的价值观呢 我认为在神学的立场上 我们有四个方面 是因为我们的神学我们的信仰 是可以帮助我们建立我们自己的价值观的 不一定是丢脸的 也不一定都要跟社会道歉的 因为我们有我们的立场 为什么呢 因为基督教信仰有时候有四个功能好不好 基督教信仰有时候社会变到哩哩哩哩哩哩的时候 你是有批判的功能的 因为基督徒有时候先知是可以带有批判的功能 对不对 不管别人同意了 如果你觉得赌是不对 你是可以说 对不起我对这样的东西我不以为然 对不对 你可以有某一种批判的功能的 所以基督徒应该要有一些 他有高度的时候神学也好信仰 他有高度批判的 基督徒的信仰有时候也可以有解释的功能 所以你们今天觉得对的东西 其实以前他们早就是这样的 对吧 我们的价值观过去的不一定就是 就是就是传 今天的传统就不好 不一定 传统有一些好东西只是形式不一样 我们不一定要说就就就就彻底的放弃 基督徒的神学信仰是有解释的功能的 我们可以跟你讲过去我们的那个先祖先辈信仰 都是这样活的 今天的人活得对的 我们过去也有 他有解释的功能 基督徒的信仰也可以有正面跟反面对话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讲的我可以跟你谈的 你对的我可以赞成 你反的我也可以跟你谈的 为什么呢 大家你讲你的我可以表达我的意见 所以信仰里面并不是一种说强弱 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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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者为王 拜者为寇 优胜略拜 不一定 信仰里面可以有正面跟反面的 这个回应功能 所以信仰应该是仍然是可以有对话 有回应的 信仰当然有对话的解释功能 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的在沟通了解当中呢 寻求更大的求同存异 对吧 所以基督徒信仰应该是 不是过时的价值观 过时的信仰带动的那个价值观 简单的说 基督徒信仰应该就是说 我们相信的跟我们认定的价值观 应该是可以活化的 可以把它活出来 可以把它再现出来的 好 这个呢 就因为这样 今天坚持信耶稣 相信基督的价值观 是什么 是生命的丰盛 因为信仰价值观 不一定只是被挨打 因为世俗化被挨打 而是他可以有批判的时候 他也可以认同的解释的时候 他有时候可以有正反面的回应 他甚至可以是说 我们跟你对话 给你参考 成为你光跟颜的一个反思 他有这个对话性的功能 就因为这样呢 我们相信说 基督徒价值观 非信徒来听 我们也可以介绍给他 对不对 因为你可以参考 是不是人可以这样活 你觉得有意义了 因为你有价值观 我也有价值观 我们可以参考 可以在生活里面 我们可以这样落实 是因为我们相信 上帝给的价值观 通过信仰的落实 是可以有他丰盛的一面 对 那么因为这个原因 我们谈基督教价值观的时候 也要牵涉信仰 牵涉社会 好不好 所以呢 简单的 我只有一句话 因为我不想掏太多神学 那我们的神学 我们的信仰里面 我们的价值观 立根在什么呢 就是第一面的最后一句 信仰的价值观 是确立在什么 不是人呢 我们的信仰不是在人 是在什么呢 是在上帝吗 阿拉也叫上帝 你知道吗 旧约的 犹太教的耶和华也叫上帝 我们的上帝 不是另外一个 是唯一的一个 好不好 却是三位一体的上帝 对世界呢 给世界的价值观是什么呢 是有救赎性的 是有创造性的 是有更新的基础的价值观 为什么 上帝是创造主 他就可以说 人这样活 我可以创造新的东西 我可以缔造新的 借着教会来讲 上帝是道成肉身的基督 是上帝本身化身为人 他就有 大家都要做好人里面 基督徒的价值观里面是说 是你要学会被救赎 才可以成为新造的人 他就有救赎性 基督徒的信仰里面 他除了有父有子 他有圣灵呢 是说同样你知道的价值观 今天你被更新后呢 你会有不同的取舍 然后这个是我们要设定这个立场 作为一个我们思考的命题 好不好 当然我不会太多在这个层面打转 不过呢 这是我们建立我们以后谈信仰价值观的时候 我会从父 从子 从圣灵 从信仰呢 来对于社会 对于当代 对于我们的思考呢 做这三个层面的一种的分输 跟神学的解释 OK 好吧 好我们可能休息一下好不好 好我们休息十分钟 我们再回来 好吧 我们休息十分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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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